我們每一次的對話 每一次的交流 似乎民進黨就不斷的黨黨黨 罵罵罵 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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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總統今天要跟著國民黨這個路線 我很歡迎 但是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傳出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他有找這個王金平前院長 以及這個柯文哲 那也傳出似乎有意要 披上這個國民黨的戰袍再戰總統 那想問說郭台銘有找主席討論過相關的 我還是再一次強調 這個我們國民黨最重要就是團結一致 能夠爭取更多的支持 所有非綠陣營的朋友 不管原來是藍色的白色的 其他顏色的我們都歡迎 那現階段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是3月4號南投的補選 我們也歡迎大家一起來支持 大家可能比較心比較急吧 每一天一日創造很多新的新聞 很多媒體記者大家可能過年的時間比較辛苦 所以就想像出很多的這個假象 或者很多的傳言都不是事實 那我們只能說這段時間大家最多就是互道恭喜 我們大家能夠好好過個好年 然後之後我們力拼南投的補選 我們南投補選之後再來討論 看出有北部的就是國民黨立委 現在要發動連署拱喉 喉友宜出來選 喉市長是我們國民黨最強的母雞 我想他也在全力的拼市政 我們一起為他加油 蔡總統昨天在大陸台商的活動上 你重申說願意跟北京來對話 對話交流是長期以來國民黨的主張 然後被民進黨不斷的惡意的攻擊 惡意的抹黑 我們每一次的對話 每一次的交流 似乎民進黨就不斷的黨黨黨 罵罵罵 抹紅抹紅抹紅 連我們陳怡貞委員跟陳富海縣長去大陸 去解決經久的問題 我請問一個在地的縣長在地選出來的立委 幫在地解決民生議題 這不是就是應該的嗎 做這樣的對話這樣的交流 還被抹紅 民進黨發動 包括他黨中央 包括他的發言人 包括他各項的側翼機器 媒體都不斷的攻擊 我們國民黨堅決認為 兩岸關係就是要靠 一方面我們又有堅實的國防 叫defense 一方面就是要dialogue 就是交流對話 我跟所有國外的朋友 通通都這樣說 而蔡總統今天要跟著國民黨這個路線 我很歡迎 但是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我們只要有對話有交流 就被抹紅 大家拭目以待 看國民黨如果持續的為民眾解決問題 持續的去做交流 民進黨是不是繼續的罵罵罵 繼續的抹紅 那這才是民眾無法理解的